今天就要教你们懒人怎么训练小狗定点上厕所 不需要奖励也不需要蹲手 留线街跟糯米茨差不多十来天的时间就学会了定点上厕所 为了这个教学的严谨性 我直接挑选了十只小柴犬来完善实验数据 这个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围栏以及铺满整个围栏的尿电 狗狗上厕所它存在一个东西叫做脚垫记忆 它会通过脚感来找到熟悉的地方上厕所 而你们买来的狗有可能之前是住笼子的 也有可能之前是散养的 那我们就不管它怎么样 统一强迫它生活在尿电上吃喝拉撒在尿电上 让它形成在尿电上面上厕所的习惯 尿电一定不要买小号的 不然狗狗一动就把这个弄得乱七八糟的 然后拉到到处都是 要买这种大号的围栏正好可以压得住的 甚至有这种一米成两米的成人尿布 如果狗狗撕尿电的话可以加这个垫脚板 训练迟了一个礼拜 然后我们将尿电去缩小一半看看成果 这里有个细节 就是将尿电去放到种子的远端 因为狗狗一般会在主人离开的地方蹲守 久而久之内就成为它休息的地方 这样可以帮助狗狗将休息的地方和上厕所的地方分开来 更有助于它们学会定点上厕所 成果展示 其实这个原理就像是你天天用的都是陶瓷的马桶 然后你家厕所突然多了个木头的马桶 只要不是好奇心作祟 你都还是会选择陶瓷的马桶接着用 实验结果是十只柴犬 一共有七只能够在尿电上上厕所 毕竟前面尿电还是占了一半的空间 我们去掉运气水分将尿电缩咬到四分之一还是一样的成功 至于这个成功率目前只有70% 如何提升到90%甚至更高呢 我们可以将阶段一 也就是铺满尿电的一段时间从一周提升到两周 目前狗狗这种能够在围栏里面找到尿电的状态 还不算完全的训练完毕 显然它在散养的时候能够精准找到厕所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慢慢扩大围栏 从两平米到四平米到六平米到十平米 但这个方法太耗费围栏了 另一个方法就将围栏跟狗狗放在客厅的不同的角落 每个角落住三天 直到最后撤掉围栏 然后在客厅放三到四处尿电 以便狗狗可以更容易的找到厕所